二十多年前没有互联网 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除了书报 口口相传 那就只有收音机了 当时看到文章说 互联网一旦普及了 就会改变整个人类 于是我就信以为真了 我以为一旦人人都可以上网的时候 谎言将无处遁形 真相将大白天下 人们会变得睿智而理性 一谎 二十多年过去了 从台时机一直到智能手机 现在已经发生了两次巨大的互联网革命 人人都能够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时代 已经到来了 我不知道全人类是否变得睿智而理性 但我发现 我身边的人似乎和几十年前 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实在说他们有变化的话 那就是原来孤零零的一群人 却通过网络找到了彼此 在网络上纠结成团 灭天 灭地 灭空气 显得比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声势浩大 最近发的东西经常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 哪怕就是普及一点点历史知识 大概也许都不行 做了几年的自媒体了 粉丝总数啊 总是在不断地增长 但是活跃的粉丝却越来越少了 持续地下滑 无可挽回地下滑 是我自己的创作越来越差了吗 不是 我自己的创作是逐步提升的 那肯定是大家已经阅读疲劳了 那还是整个的自媒体都在下滑呢 据我了解啊 最重要的应该是最后一个原因 因为尺度越来越小了 流量的密码啊 其实就是迎合大众 我并不是不会 就像饭店里最挣钱的方式 就用地沟油和科技与很活 炒出味道浓烈的菜品一样 短视频啊 也需要强烈的刺激 和无脑谩骂美的才能火 这个道理啊 其实我一直都懂 但是啊 我明知道是抛屎 还要装着很香的吞进去 呸唧呸唧嘴 在花样百出的呈现出来 臣妾确实做不到 说实话 看到夹头之流的日进董金 哪个做自媒体的不羡慕呢 谁不想优雅自如的应对生活呢 但是啊 谄媚屈膝 我又实在做不到 算了吧 人生啊 也就这样吧 但凡有底线的人 谁活都不憋屈呢 有点自己的坚持和信念 能活着 其实就应该满足了 钱多钱少 无非就是吃穿住行的差别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留给子孙呢 也未必是福 想想啊 也就慢慢释然了 三个月 都竟然保留 栏